国语有生善书 无极禅画院,南天虚原堂善书,皇母慈音,主注先佛为无极皇母大天尊 本堂主席官圣地君登台,圣事母娘临堂,命本堂扶神十里外,命本堂成皇五里外,公接一嫁,其余神人排班后嫁 嫁前九天玄女仙姑将,是约功名利禄年,一世不得闲,但看人间是悠然夜好眠 圣事母娘临堂,神人尽心皆嫁,不得失疑 无极皇母大天尊将,义事诸贤清及诸儿女免礼,赐作 诗曰,贵树花开遍满园,新香营益半边天,年年月尽繁尘梦,不惧他人戏血言 义事,娘今日以不要活在别人的标准里为题,公诸儿女雾免 不要活在别人的标准里,一只小斑马被小河挡住了去路 他听着潺潺的流水声,却不敢过河 小斑马左顾右盼之后,望见一头水牛在河边吃草 于是问说,牛伯伯 请问这挑河会不会深?我能过得去吗? 水牛回答说,水很浅,刚淹没到小腿,可以过得去 小斑马安心地正欲渡河,此时,从树上跳下一只松鼠 拦住他说,别过河,河水很深,你会淹死的 昨日,我的一位同伴就是掉到这挑河里淹死的 小斑马听完连忙止住了脚步 就在他不知所措的时候,正在河边喝水的羚羊对他说 河水是深是浅,你去试一试,就知道了 于是小斑马走进河里,小心翼翼地渡到了对岸 此时,小斑马才发现河水既不像水牛说的那样浅 也不像松鼠说的那样深,而是不深不浅刚刚好 在现实生活中,许多人都如同小斑马 在人云亦云中迷失自我,活在别人说,别人的评价里 例如,在事业上,在意别人的评价与认同 在社交圈,在意朋友的评价与认同 在宗教圈,在意教友的评价与认同 身为学生,在意同侪的评价与认同 身为老师,在意学生或家长的评价与认同 身为员工,在意同事或主管的评价与认同 因此,绝大多数的人会用他人的标准去束缚装饰自我 有者四处旅行,分享美食 以表现出过着令人羡慕的生活 有者观上各种头衔,彰显自己的成功 有者穿着名牌服饰,驾名车,凸显自己的财富,实力 有者加入各种宗教,社团,政党,名流社交等已是存在感 然而在背地里,却是过着艰难曲折的生活 若一个人能够如理思维,就会发现以上种种只是虚幻的认同 只能暂时性地安慰自己,对内心世界根本就没有帮助 甚至有时还会成为焦虑不安的来源 因为当一个人除了苦于经济压力,生活压力之外 还要苦于人情事故,带着无奈,虚荣,虚伪的面具生活 无法面对真实的自己,自然没有洒脱的日子可想 故,只要能自律,能做好自己,即使被他人贴标签 我依然是我,后果依然是要自己来承担 如此一来,自然没有恐惧,没有焦虑,没有患得患失 没有障碍,没有我的执着 也不会在意别人的评价 远离不安和担心,过着清净无染的日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善信大德您好,由于天使紧急,应赶紧行善度众,以弃天心 目前,无极直辖全真堂正在募款兴建全真大道灵修院 期望众人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相关资讯可致无极直辖全真堂网站详愈 喜欢影片记得按赞或分享,可以让更多人知道上天的用心 记得订阅以及开启小铃铛,未来会随时公布新的影片哟